哇喔 它這次連設計盒都長得很不一樣耶 我覺得 可能還是不太夠 各位觀眾 今天時間 9月23號 也就是 Apple Watch最新的手錶 Ultra 終於到貨啦 開心要破音 我們今天呢 就趕快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Ultra 還有我手上的Series 7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吧 OK 好期待啊 這個包裹等超久 Apple這一季的新產品都已經陸續到貨了 它已經是最後一個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一起來打開它吧 各位觀眾 The New Apple Watch Ultra 今年的紙箱 其實已經看到很多 其他的 比較國外 厲害一點的 像中文者還有一些比較大咖的 歐美的 就是常常在開箱第一手Apple的這些博主 也就是 這些YouTuber已經把 Apple Watch Ultra開箱過了 但 已經在他們的影片看到 盒裝其實跟之前不一樣 因為以往的 Apple Watch盒裝是一個長條類型的 那我們這次 竟然是正方形的 好吧 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來打開它 看到這邊 Ultra 49mm 之前的都是45mm而已 OK 打開它 WOW 它這次連設計盒都長得很不一樣 可以看到整體其實 很有一致性的就是 這種 應該是算海洋嗎 還是在山上 看不太出來 因為是黑白的 但 它應該主打就是 戶外 越野 就是這個Ultra的系列 黑白的海洋啦 好 抱歉我這個角度看不太到 WOW 這一本就是 我看其他YouTuber有講說 以前好像 在剛開始出的時候 有出一個像是 類似很 比較認真的使用說明 就是介紹這個產品 不知道我這樣講有沒有對不對 它就是有一些 你的功能介紹 因為以前 以前其實 上一代Apple Watch 或是iPhone 其實都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 今年Ultra 可能是這個產線的第一支產品 所以 它就有介紹 這個功能是幹嘛 這個孔 按鍵 個別的代表位置是什麼 還蠻精緻的 有一個小車 而且全部都是繁體中文 好 裡面 兩個 裡面一個就是錶帶 一個是手錶 Ultra本體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次我選的 全白的這個錶帶吧 WOW 這面才是正面 YES 這就是我們這次選的 它這次有三個錶款的系列 那我選的這一個呢 應該是叫做 它應該有分三個 一個是 我記得是攀岩嗎 它是有點像是用扣子的方式扣住 那第二種是用那種魔鬼沾的方式沾黏 那我選的這個是 防水系列 因為它的這個材質應該算是矽膠 所以 我不知道我講的材質有沒有對 但是 它就分為一個是扣的 一個是黏的 這個就是 可以下水 然後錶帶也比較不會因為下水有影響 所以我是選了這個系列 那因為 我個人就比較喜歡 戴的 看起來很明顯 知道我新手錶 所以 這次選了白色的錶帶 這次 我記得 沒錯的話 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編織數據線 以往的材質是塑膠 就是 塑膠的外皮 那這次換成了 這應該是編織 就有點像是現在的iMac系列 都換成這種線頭 應該是比較牢固一點 接下來這邊 我們就來打開Ultra本體吧 主角出來了 這就是今年 Apple Watch Series 8 應該不叫Series 8 它已經叫Ultra系列了 整個錶款啊 明顯感覺真的是 手感比較沈一點點 因為以往的這一代 大概我記得 官網寫的是40幾顆 這次這個錶頭 已經到了60克 所以 這個沈重的感覺是比較明顯有提升的 但是這個錶面啊 它是一個完全平面的設計 所以 整個感覺起來 它的觸控或是顯示啊 其實相對於以前這種圓弧的樣子 我覺得算是 第一眼就會讓我覺得比較喜歡一點 因為 因為覺得這樣顯示出來的內容 其實是比較完整的 那它這次側面呢 也新增了一個原本就有的這個 旋轉的錶罐之外 這邊多了一個按鍵 那最重要的是這邊 新增了第二顆按鍵 那聽 大家分享 這顆按鍵是有自定義的功能 所以它可以設定可能是分圈 或是你想要自定它的功能 都可以在這個按鍵當中去做設定 好 我們就把錶帶裝上 趕快來開機吧 第一次打開它 第一次打開它 馬上出現了 繼續使用你的iPhone設定 是Apple Watch 然後我可以為我自己設定 將Apple Watch靠近相機 我們同步完成 剛剛稍微把玩了一下 其實這個表面啊 跟上一代Series 7比較起來 看起來稍微是大的一些 可是整體的手感還蠻意外的 因為我覺得 就是在Series 7 它光影算標示是40克左右 那這一支Ultra是大概60克 重了20克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能是它整個表面的分布 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所以其實整體用起來的感受 就不管是配戴或是拿起來 其實不會特別覺得它重很多 而且我們剛剛上手啊 我的手已經算是很細很細的 就是我戴那個Apple Watch的錶帶 如果是單圈式的 可能都要戴到女生的尺寸是3號 或是4號 這麼細的情況下 其實戴在手上 看起來 好像還OK 不會說到那種 真的 實際一大顆 雖然它表面說 這次已經提升到了49的表面面積 但是相對於這個45的表面 其實比較起來 好像還可以 不會說真的到 非常大到很誇張 最重要的是我剛剛上手 一定要馬上就是來體驗的 就是Apple Watch一個 最可惜的地方 就是以往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它都沒有辦法做到分圈 就是我們可能要做訓練 但是它沒有分圈的這個功能 那這是新增的這顆自定義按鈕 在剛剛一同步完成之後 它就有讓你選擇你在自定義按鈕當中要設定什麼樣的功能 那我當然是話不多說就直接選擇是分圈 所以你看我們只要 我們目前在最首頁的位置 我只要按一下這顆自定義按鈕 按下去之後 它直接跳到馬表計時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有以前Apple Watch做不到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可以看到上一圈是秒數多少 我可以直接按下自定義按鈕 它可以一鍵直接Lap起來 以前都要點兩下 或者是按一下有可能就會跳出去 像有多了這顆自定義按鈕 你在跑步當中就可以直接按了 直接Lap 雖然這個功能在其他品牌的手錶 早就已經有了啦 但畢竟在Apple Watch上還是算一個還蠻嶄新的功能 雖然已經落後人家一陣子 但是有些真的非常熱愛Apple Watch的這些用戶 那有新增這樣的功能 我覺得對於在訓練當中算是蠻有幫助的 終於開通了 我剛跳了好久 這次在手錶功能也新增了心率區間的功能 而且它是使用我們平常使用的儲備心率 所以就可以依照 我剛在那邊跳了兩分鐘 心跳終於升到一百多下 在第一區間 那它其實有分為五個區間 終於可以坐下來講了 它這次新增了這個心率區間功能呢 對於我們在平常跑步當中也算是一個監控的蠻重要的數據 就我們通常在跑LSD的時候 可能會設定心率區間要在強度1強度2 那如果跑Tempo Run可能會到強度3 甚至間歇可能到強度4強度5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樣來看到 我目前的心跳有沒有在我訓練的區間當中 那它這次在手錶當中的這個體能訓練也新增了 就是跑步姿勢的偵測 那這個偵測呢可以提供你不符長度之外 還有你的觸地時間還有垂直正伏 那這三個數據呢在跑步當中可以看到你的跑步效率如何 有些跑步動作可能沒有這麼好的情況下 你在跑步就比較多上下跳動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你的觸地時間就會比較長 而且你的垂直正伏也會比較多 對於你往前移動的效率其實是比較不好的 那新增的這個功能在手錶當中 代表你在跑步當中又多了一個可以監控自己 目前跑步動作的一個精準數據 我覺得這是越來越接近可能真的比較重度運動使用者 真的會使用到的一個功能 這次在他的指南針功能當中也新增了一個回溯功能 你可以在移動的過程中可能在荒嬌野外打一個點 然後你真的要回程的時候找不到 你可以用這樣來提醒你回到出口的方向 但其實這個功能我比較少用到 也暫時可能用不到 因為我平常都是在市區或是一些賽道上 比較少到荒嬌野外 但如果有這樣功能的需求 這個新功能也是還滿不錯的一個更新 那這次Ultra系列也新增了一個 針對可能是潛水族群比較會用到的功能 也就是水壓還有一些潛水數據的提供 那他就會增測到你現在的水深 然後經過水壓的變化來提醒你可能 你可以逐漸往上或是慢慢可以再下潛 但這個功能因為我其實沒有在潛水 所以如果有潛水的朋友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這個功能對大家來講是實不實用的 但我現在看這個軟體好像是需要付費才可以解鎖這個功能 所以大家如果有使用到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這次也有一個表面是Ultra特有的 就是其他表款其實是沒有這個表面 他叫尋路者的表面 那這個表面過程當中他可以透過旋轉表面的這個表冠 然後來達到變色的效果就可以變成夜間模式 因為有些可能是出去好多天在越野跑來跑去 可能需要手錶給他比較好的續航力 那他可以透過這樣達到一個比較省電的模式 但是省電的部分現在只有到36小時 然後開啟省電模式可以到60小時 我覺得可能還是不太夠 但沒關係我們就再試一陣子再跟大家分享 那除了前面那幾個功能更新之外 最後就來跟大家再介紹一下他的外觀吧 他的外觀對我來講我覺得比較亮點就是這個完全平面的表面 因為我自己用上一代的這個Series 7 他在一個有點曲面的狀態 我覺得顯示的這個範圍看起來視覺效果 其實在Ultra這一代完全平面感覺 你會覺得看到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實際表面變大其實是有感的 那其實大家比較擔心的是他的重量 因為這一顆在官網標示是61公克 但是Series 8或Series 7大概都只有40公克了 那如果到不鏽鋼板本也只有50公克 但是實際其實在拿起來的感受度上 我覺得可能是他的表面面積是比較大的 所以重量其實是有點分散 那在以前Series 7或Series 8都是比較小的情況下 45表鏡的表面拿起來的重量感其實是比較集中的 那在49的這個表鏡其實是比較分散 我自己佩戴起來的感受 其實我覺得不會到很明顯重了20克這麼有感 但接下來我可能會佩戴著他實際去做更多的運動體驗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他實際在重量表現上 還有大家最愛意的這個續航表現 到底他的表現如何 大家也可以更關注我的社群媒體 就是Instagram或是臉書 可能更多會在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我實際配戴他使用的心得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也會做一集比較深度的評測 就是我帶著他去做一些可能是鐵然三下的運動 或者是更多不同的運動之間的轉換 來跟大家分享 這支手錶到底適不適合重度運動使用者來做使用 當然到時候要實測這個Apple Watch Ultra的這個三鐵功能的時候 我也會配戴目前Garmin最新出的955 Solar版本 也就是太陽能的三鐵錶 實際來感受一下一個專位運動而成的手錶 跟號稱他現在想要打入運動重度越野圈的這個Ultra 系列 兩支手錶的差別到底是哪 大家記得繼續關注我們頻道 我是野獎仔梁澤睿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會分享一下